为什么虎鲲会被大家称为海洋霸主 虽然它们有着一副人畜无害的外表 不过它们的脑子却多多少少有点大病 大多数的虎鲲都会对人们十分友好 只有少部分虎鲲会去攻击人类 这些虎鲲大多都是5到18岁的未成年熊孩子 它们之所以会攻击渔船主要也是因为好玩 平常在食物充沛的情况下它们无事可做 闲得没事做的它们就会把人类的船只当成玩具 这纯纯的就是吃饱了没事干 科学家建议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试图驱逐它们 因为人类的尖叫声就是它们的兴奋剂 一跃是反抗它们就会觉得一家好玩 如果想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这些熊孩子的出没地区 它们的智商相当于156岁的人类 因此它们在海里也没少去欺负其他小动物 海龟在它们的眼中就是一个会动的旋转陀螺 玩累了就会把它们当成飞盘笛笛出去 它们对其他的海洋生物都有着极高的兴趣 遇到了往往都会顺手给它们一个大逼抖 有人说只有智商达到一定的高度才会去寻找娱乐的方式 因此它也有着海洋该溜子的称号 它们还经常因为贪吃而冲向海滩 因此往往都会搁浅在沙滩上 这不妥妥的就是海洋二哈的存在 咱就是说这黑白配色的动物是不是多少都有点不正常啊